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连接补给线最重要的克里米尔大桥 今天出现了恐攻攻击式的爆炸案 为什么说是恐攻攻击呢 因为刚开始是一架卡车出现了爆炸 然后旁边有七台刚好经过的油罐车 全部一起爆炸 克里米尔大桥大多数都毁掉了 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渡冷 而俄罗斯现在没有任何时间表 他们多久之内可以恢复这条大桥 克里米尔大桥已经明白了表示 他们将组成特殊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件 当然他的内心里头认为 这很可能这个恐攻事件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恐攻 是由乌克兰所成功策划的 过去在上一次我们曾经报道过 当时人们说普丁的好朋友就是未必 但是是现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叫做欧亚俄罗斯主义的倡导者 他的女儿驾着他爸爸的这台汽车 而他的父亲被认为现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学家 结果他被暗杀了 白宫用美国的白宫CIA正式证实策划恐攻事件的是乌克兰 所以当然从克里姆尼公的角度来看 他会认为这个恐攻事件来自于乌克兰 乌克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不管是在乌东部分的地区 尤其是敦巴茨 卢干斯克 到赫尔松好几个地区 收复了七十多个城镇 虽然都是很小的城镇 可是对普丁来讲是颜面尽失 第二个 普丁希望能够赶快地征兵动员 但是征兵动员不但没有千千万万的人 愿意参加这场神圣的战争 还很多人逃亡 到目前为止只有号召了二十万人 而这二十万人 他们是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新兵 所以他们要上战场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这个空窗期里头 美国 德国 尤其是美国 给了乌克兰源源不绝的武器 这当然造成现在俄罗斯完全处于劣势 但是如果在战争里头 俄罗斯还拥有的优势是什么 它的优势一个是导弹 我就是摧毁你更多的城市 包括基辅 包括乌克兰西部等等 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另外一个是最危险的 叫做战术性核武 我们过去了解的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广岛 长期的原子弹 后来知道核子战争 可是没看过 但什么叫战术性核武呢 待会我们跟大家做出分析 战术性核武可以小到非常小 小到它可以摧毁只是一台航空母舰 或者只是一个火力发电厂 或者只是一个水力发电厂 或者是一个大坝 它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头到长期 整个长期是全部都毁掉了 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战术性核武本身 它就是介于真正的核子武器 跟传统的武器的中间值 如果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 动用战术性核武的话 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而过去对这个事情最重视的是 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 他认为这个时刻不是你来觉得 普丁是个恶魂 因此他讲的话都是狂妄的 都是夸张的 他认为要了解普丁真正的想法 了解俄罗斯内部目前的状况 所以不可以把他的语言当成儿戏 必须要找到一个回神的情况 人类才可以避免真的使用战术性核武的悲剧 因为它可能带来另一步的毁灭 而美国过去的态度完全跟梅克尔不同 梅克尔最近连续讲了两次 美国的总统周拜登过去的说法说 他看不到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迹象 但是10月7号 拜登改口了 拜登正式表示 他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威胁 不是在开玩笑 拜登说 普丁正在找下台阶 拜登说 我们是最接近1962年 古巴危机一次的核能战争危机 而美国已经采购了放射性的疾病药物 准备发到乌克兰 跟给予当地的北约的一个相关的国家 包括波兰等等 白宫再次强调 他没有情报 显示出来俄罗斯准备动用核武 可是拜登也提到 虽然他们没有情报 彼此之间也没有足够的外交管道 很可能俄罗斯动用核子战术武器的可能性 是会大增的 未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有一个场合叫做G20 拜登准备要见普丁 这可能是从俄乌战争以来 拜登跟普丁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人类能不能避免这一场可怕的战术性核武 其次什么叫战术性核武 请看一下文切人的事业者报 记者沈正远所为你做出的分析 这是自1962年古巴岛冬天的 老弹危机以来 人类最接近核战争的一刻 接到乌克兰四周公投入二后 莫斯科红场举办盛大的音乐派对 随着俄罗斯上下音乐 完成四地入二的宪法程序 让俄罗斯联邦主体增至89个 也开启了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大门 我们变得更加强 因为我们一起 我们是真正的 真正的力 尽管莫斯科当局一再强调 核战争不应该被发动 但后头总结着一句 俄罗斯将遵循自己的核威慑政策 这是根据2020年的 俄联邦在核威慑领域国家政策基础 里头明确的使用核武的时机 而刚刚入二的四周暂时持续 完全符合俄罗斯动用核武的要件 它是完全一极很论的 封面也有核武器的 内部显然共同楼 而且 那封面小军军 乃尽不杯于 中国富装里比安 人战时期的核卫社理论 是认为在相互保证毁灭下 大国间不可能爆发核战争 但如果是战术性核武呢 美国在1945年投下了原子弹小男孩 瞬间在广岛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 当时的爆炸当量约在1.3万吨到1.8万吨TMT 而战术性核武器的爆炸当量 在国际上并没有特别的定义 但多数在万吨以下 甚至低于千吨 爆炸威力更大的战略核武 用于毁灭性的攻击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 具有嚇阻冲突发生或升高的震射性 但在日本之后 未曾用于实战 而战术核武又称非战略核武 战区核武或战场核武 顾名思义就是设计用于战场 与常规武器一样 可打击敌方军事据点或阵地 造成大规模的杀伤 但爆炸波与热辐射的迫害半径更小 也能控制核爆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以便在投弹后不久 部队能进入战区清理战场 这也意味着 比起战略核武 战术核武的使用门槛固地 据西方智库的不完全统计 俄罗斯约6000颗核弹头的核武库中 战术核弹头占了三分之一 约在1800到2000颗之间 而俄罗斯拥有许多战术核武的发射平台 海军方面可用于陆地攻击的巡航导弹 或对海的反舰导弹 与潜射导弹或雨雷 这次俄武战争中 最常见的口径导弹 就能装上战术核弹头 爆炸当量虽小 但一颗就足以摧毁一支美国航母编队 而俄罗斯空天军方面 三次现身俄武战场的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也能搭载战术核弹 而何尝兼备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也能装上至少两颗战术核弹头 另外俄军的2S7M马尔卡自走榴弹炮 已经完成现代化改装 具备发射战术核炮弹的能力 上周在克里姆林公圣乔治大厅 举行的四周路二仪式上 普丁亦有所指的谈到 美国结束二战的方式 外界解读这是莫斯科明确的信号 要以核武结束当前的乌克兰战争 普丁最忠实的支持者 车臣领导人卡提罗夫 也在个人Telegram上发文 抨击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失利 更劝劲莫斯科使用低当量的核武 而英国《泰晤士报》也报道 一个在Telegram上的亲热账号 今日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 一列火车装载BPM97装甲运兵车 从中央军区向西行驶 这款运兵车可在和声化条件下使用 且此前从未出现在俄武战场 而BPM97所隶属的 俄罗斯国防部第12总局 正式负责核武库存 维护运输与发放的单位 《泰晤士报》引述 北约军事专家的分析说 这单位的部署正预示着 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的前兆 但报道也引述另一名 英国国防高层人士的话说 普丁可能更倾向展示核武 在俄乌边境黑海或北极洋 进行战术核武的核实报 以此对乌克兰军队形成震慑 美国国安顾问树立文稍早透露 华府方面已告知莫斯科党局 动用核武的后果 熟悉美国应对核战争准则的 美国前CIA局长裴卓斯 美国者认为那将会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 灭顶的时候 但俄罗斯可能就此认输吗 核战争的潘朵拉盒子一开 那将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Tactical nukes are tools and once you've created a tool you're going to look for ways to use it once you've opened Pandora's toolbox even just a crack there's no guarantee you can close it again supporters believe if we used tactical nukes on the battlefield the enemy would respond proportionately but once you've thrown the dice there's no telling how they'll land even a single nuclear strike could escalate into a full-scale nuclear war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tactical nuclear weapon is a nuclear weapon and if either side starts a nuclear war we all lose right now if one wants to avoid the danger of an escalation into nuclear weapons which we could overcome militarily but which would change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cause it would open a field of technology that has no limits that has never been experimented with and that it's too dangerous to lead to decisions that would have to be made under the impact of its power we will get back to the military and we will be able to be able to I have to be able to 我答应,你得调整自己的言言 今天,我认为了一些发展的发展 我认为了说话要严重 而言之不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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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之一套 德国前总理梅克尔也抱持同样的观点 近来他多次表态 要认真看待普丁的言论 更认为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下 欧洲的持久和平才能实现 然而俄乌战争能由美国与北约主导 欧洲各国难有自主性 也正如基辛吉最悲观的语言 如果美国在这场战争的目标 能是拖垮俄罗斯拉普丁下台 那么一场核战争恐怕很难避免